在治港,維持一國兩制不變,以及嚴格執行港區國安法 樣樣同話,不認同維護國家安全的行政及教育指引是侵犯言論自由 有中學校長就說,實時國安教育增添學校壓力 各位,歡迎收看這次新聞 本案新增3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34宗屬於本地感染,9宗源頭不明 其中一名確診男人,早前由深圳返港,是商務人士獲盤面檢疫 衛生防護中心說,拒遣福期一半時間在香港,將它列為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陳健文報導 新增37宗確診,本地個案佔34宗,25宗有源頭 其中三巧地盤群組確診人數再上升,增加兩個患者,累計20多人 9宗源頭不明個案,包括星期三封區檢測在屯門風景園發現的一宗確診個案 其餘患者分別住在屯門黃金海岸移旗9座,皇后大道西26號 元朗庫萊花園,西營盤黎安大廈等 其中一個39歲男人,上個月21日在內地檢測呈陰城 23日由深圳返港,是商務人士而豁免檢疫 他住在應灣園,在星期六發病,星期三接受檢測,到星期五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說,他發病之前有7日時間新儲本港,暫時繼入本地個案 以作更詳細的調查,亦會分析病毒株 屯門一間工程公司有一個職員確診 同時另一個職員,上個月29日前赴南韓,當日亦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將公司20個員工送去檢疫中心隔離 至於前一晚,維蜂油麻地區發現的一宗初步陽性個案 中心期後確認是一個康復者身上有抗體 提到初步陽性個案,因為當時都未知他的背景 所以確實他的報告是一個初步陽性 不過我們對回資料,他就是一個已經康復的病人 所以應該是沒有找到新的個案 至於當局一度通緝一個在博愛醫院檢測確診之後失聯的男人 警方已經找回他,現在送了去亞博館 防護中心只是了解患者失聯期間所到的地方 NOWTV記者一層見問報道 政府宣布今個月20日開始,進一步收緊全面檢疫安排 本地機組人員從海外地區返港需要到指定檢疫酒店 隔離最少14天 現時所有機組人員抵港都需要接受檢測 並在指定的地點等候結果 由今個月20日開始,海外地區返港的本地機組人員 不再獲得全面檢疫 如果要離開機場範圍,必須在指定檢疫酒店隔離14天 之後7天接受醫學監測才可以再次執勤 至於有極高風險地區,即是英國、愛爾蘭、南非和巴西返港的機組人員 當局早前已經要求他們回香港之後隔離21天 政府連續第六晚封區檢測 在元朗庫萊花園和馬鞍山行安村行光流劃出指定區域 目標星期六早上7點完成行動 期間,在馬鞍山有居民想逃走,被警員制止,這位可不得 一批警員到馬鞍山行安村行光流 用膠帶攔著出入口 又走上花槽,將膠帶綁在樹幹 大批新村保護衣人員到場,準備上樓通知居民 行光流周四出現一種確診,被列入強制檢測名單 當局周五日間已經在附近的社區中心設立檢測站 有遺風前剛做完檢測的居民批評安排混亂 你又開了一個社區中心做檢測,但專門來封樓 那些居民會覺得,你有沒有搞錯,我剛做完檢測你又封我 那我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居民陸續到採揚站接受檢測 期間有居民不滿遺風,跟工作人員理論 有人企圖衝出受限區,被警員制止 有人嘗試從花槽離開,被警員制服 當局已在晚上7點起,在元朗庫萊花園設立受限區域 有市民在遺風後五日封鎖區,經交涉之後獲准離開 後來花園共有A和B兩座,同樣列為受限區域 其中B座近日先後有兩宗確診 兩個受限區域內的人都要留在處所 並接受強制檢測,直到所有人完成檢測 結果大致確定,才可以離開 目標在週六早上7點完成 LTV記者,美國紅報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香港過去一年已經撥亂反正 未來要堅持愛國者治港,維持一國兩制不變 以及嚴格執行港區國安法,在法治軌道上彰顯民主自由 他又說香港要更精準有效的施政,改善民生 不知更不得 祝福香港,國安家好 中聯辦今年因應疫情,改在網上舉恆生春酒會 並預先錄製十幾分鐘的片段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致辭的時候說 過去一年國安法頒佈,令到香港街頭暴力不再示弱 形容系撥亂反正,將香港的變形和走樣都糾正 他對香港未來提出四個判斷 包括一國兩制的方針不變,會嚴貌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以及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令到基本法賦予的各種權利不變 用一句話概括,我對香港這個家更有信心了 一國底線會更老,兩制活力會更大 堅持愛國者治港,堅守一國原則,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 堅持在法治的軌道上,沾顯民主自由 拒絕落落泛政治化的漩渦,拒絕脫離良政善治的初衷 香港這個家才會有規有矩,家和人心 他又說,香港的自由市場優勢不變,要用好一帶一路和越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又認為要以更加精準和有效的施政,加快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且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步伐會加大 廣大市民的生活質量會提高 拿出更加精準有效的施政措施 逐步破解就業、收入、土地、房屋、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 解決影響廣大市民生活的深層次矛盾 駱惠寧又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聽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的時候 表明中央會支持香港抗疫,呼籲國家要堅定信心和團結 強調國家好,香港更好,是歷史的大邏輯 駱惠寧記者不知敢報道 教育局公布國家安全教育框架 教育局局長楊潤彤說不希望校園內出現政治宣傳 亦都不認同指引侵犯私心言論自由 輔導教師協會主席學育分譯為指引給予校方適當空間處理學生行為 但學校的壓力無疑是增加了,張善恩報道 教育局推出維護國家安全的行政和教育指引 要求學校將國安教育滲入各科 並且就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發出指引 確保學校範圍內和活動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教育局長楊潤彤說不希望校園內出現政治宣傳 我們都說不希望有政治宣傳的活動在學校裏面出現 因為對學校製造一個比較穩定安靜的環境 給學生學習這絕對沒有好處 這跟言論自由是無關的 因為在學校裏面當然有很多議題都可以討論 而且從來言論自由都不是沒有限制 輔導教師業會主席中學校長何玉勳認為 指引給予校方適當空間處理學生行為 但實施國安教育無疑增添學校壓力 不是說學生做一個小小偏差的行為 我們立即就用法律的指引去處理 國家安全的教育無可避免一定會帶來教育界 即是新的挑戰 壓力不是我們想做不想做那種壓力 壓力是首先我們教育同工 我們能夠掌握到知識法律的問題 有很多東西我們要學習 前年凡修例事件期間 學生在校園內外表態異症 發起罷課、聯署等 鄉島中學一個學生 曾經因為使用寫有標語的照片 作為網課個人頭像 之後被勒令停課 該校關注組亦都被校方要求解散 有學生說校園禁升 不代表同學會放棄私下疑症 聯署本來是很聽不上去 真的聽不上去簽個名 國安支持這件事 聽不自從日常生活是 即使上沒有國安法也好 也沒有國安法也好 也沒有國安法也好 大家就寫資格 聽不懂自己 不會合法 很可能講 指引提到校方日後 需要負責勸了以中學名義成立的關注組 這類關注組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大部分網頁內容都沒有再更新 我們曾經向部分組織查詢 獲回覆說不會再接觸社運議題 NOW TV記者張善一報導 稍後回來有國際消息 音樂 字幕作為例子